你在这个世间活了一百岁 你还是要死 你能不死吗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真的不死啊 这个主要知道啊 他到极乐世界活着去的 不是死了以后去的 下面 引善导大使的话 善导大使人唯有经路修行 但念阿弥陀佛 这个经路是经路 最近的一条路 凡夫称夫 最近的一条路 时间最短 最快速 那就是 淡念阿弥陀佛 这个淡念是专念的意思 不能夹杂任何东西在里面 这叫淡念 你架杂别的东西在里面 就错了 阿弥陀佛 在西方确直 这个小册子里面 告诉我们 念佛 念佛 念佛要怎么念法 不怀疑 不架杂 不间断 菩萨 菩萨 的祖教 观音实质 是祖教 西方世界 菩萨众的首领 我们现在讲班长 他教我们 念佛的方法 独舍六根 敬念相起 两句八个字 独舍六根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的话说 放下万元 就是独舍六根 什么都放下了 眼不看了 耳不听了 鼻也不嗅了 口也不长了 也就是说 六根放下外面的六尘 不接触了 都是六根 六根都回头了 不向外派远路 然后你才能做到 敬念相及 敬念 清净的念 如果你怀疑 你的心不清净 如果你的心有夹杂 也不清净 你看这个镜子 是不怀疑 是不怀疑 不夹杂 相续呢 不间断 跟救明妙行菩萨 有个意思 那我们 那我们很难做到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不容易做到 什么原因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没收回来 做学文 做功夫 心觉的条件 收心 孟子也讲过 跟大师之菩萨 所说的 意思 相同 孟子说了一句话 学问之道 无他了 求其放心而已 做学问的方法 没有变定 只要把你放在外面的心 收回来就行了 你看眼 看见色 耳 纹身 都是对外头圆 现在说 不向外圆了 耳 我不见色了 这个不听音了 眼也不见色了 把它收回来 收回来 你心就清净了 这收心啊 收心要懂得 不是不看 不是不听 你可以看 你可以听 决定不能放在心上 真正功夫 古人有个比喻 比喻 说的好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你想想这什么味道 我看了 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为什么不见呢 里面不落印象 这个功夫还了得了 上上层功夫啊 你看了听了 你决定没有分别 绝对没有止住 这就是你心说回来了 看了就分别 就止住 听了就分别 就止住 你的心全跑到外面去了 你都是原外头六成 原外面六成 那生死性啊 那是轮回性的 不向外叛远 那你向内 你就照根性了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方法 观世音菩萨怎么修成功的 就翻文文自信 信成无上道 菩萨用耳根呢 耳根不向外叛远 向内呀 那是自信呢 自信是清金的 用耳根比用 言根好 为什么呢 言根你只能看到三方 后面你看不到 上下也看不到 讲六方的话 他只能看三方 耳根厉害 耳根能听到六方 前后左右上下都能听得到 所以观世音菩萨用耳根 这一生辰 修什么呢 不分别 不执着 不齐心 不动念 这叫真修啊 那很难啊 真不容易啊 尽宗教给我们的方法 通通归阿弥陀佛 六根在六尘境界里 全都换成阿弥陀佛 这个方便 太方便了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就功夫成平 深一点就一线不乱了 随先到大师的话 讲得好啊 随先到大师 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他老人家的话 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真的是进路啊 真正快速啊 八万四千发门 哪个发门都比不上啊 华言华华 禅宗密宗比不上啊 我们在进途深陷路 在《网生传》里看到的 确确实实 许许多多人 跟我们做实验 跟我们做示范 三年成功 念佛念到第三年了 欲知实知 佛来接引 没有生病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走得那么潇洒 那么自在 进路修行 六道凡夫 现在迷得太深了 迷得太久了 说三年往生 哎呀 三年就要死了 这法门可不能修啊 修这个就早死了 把他吓到了 吓得不敢修 这什么原因 对教理 对四十真相 又无所知 你在这个世间活了一百岁 你还想死 你能不死吗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真的不死啊 这个主要知道啊 他到极乐世界 活着去的 不是死了以后去的 死了的人 还会讲话吗 哪有这种道理 你看他临走的时候 告诉你 告诉身边的人 我看到阿弥陀佛 他在接我了 我现在要跟他去了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去了 身体不要了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不死 活着去的 实际上死了 也能往生 阿弥陀佛 这个法门 不但度人 他也度出生 也度恶鬼 也度地狱 普度众生 如果只能度人 那出生恶鬼 地狱都度不到 那就不能叫方便了 九法界众生 只要你有缘 遇到 都能得度 而且这么容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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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